各位朋友大家好 据中国古书记载 很多的古人先贤们都是生据异象 比如说皇帝吧 说皇帝龙眼 是说他的脸呢 长得跟龙的脸差不多 那么的有立体感 还说帝库片齿 所谓片齿就是抱牙 两颗门牙呢 露在外 其实想想一点也不好看 姚眉八彩 说姚帝的眉毛呢 有八种颜色 他说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说的是每只眉毛都是八种颜色 总共十六种颜色呢 还是每只眉毛有四种不同的颜色 总共是八种颜色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眉毛也是非常的奇特 顺也是不遑多让 顺目重同 就是说顺呢 有两个黑眼珠 在古人看来 顺的眼睛是目光锐利 可以洞察天机 所以结论是两个字 圣人 可是如果换到了现代的眼科医生 却是认为这属于视网膜粘连 应该做手术 结论也是两个字 有病 后世的南唐后主 就是那位大词人李玉 据说也是目有双瞳 不过呢 他肯定不能称为圣人 顶多配得两个字 有才 此外呢 还有文王四汝 据说周文王有四汝 而后世的唐高祖李渊 据说有三汝 据史书记载 学武门兵变以后 李世民见到李渊以后 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趴在他父亲的胸前 润其三汝 我想这应该不会是渴了吧 此外还有说商朝的开国皇帝成汤是有四肘 我想是形容他的胳膊特别长 比一般人还多了一截 还有一位先贤 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说的 他就是大鱼 他的意象呢 叫做鱼耳三落 就是说他的耳朵上有三个孔 就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展示的这样 这三个孔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呢 无人知晓 不过呢 或许就像图片上所展示的这样 而这张图片就是出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如果这件青铜器 就是按照大鱼的形象铸造的话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顶尖的礼器 是否应该就是夏朝时期铸造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成汤灭夏 商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是与羌人为敌的 而夏朝就是由古羌人建立的 大鱼本人就是羌人 所以很难想象 在商朝时期 会不惜重金铸造一个他们前朝帝王的塑像 而且呢 经过实验证明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都是出于同一时间 铸造工艺原料技术手段也都是一致的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青铜器不是商朝铸造的话 那么其他的青铜器也同样不是 当然了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说仅凭这三个耳洞 并不能证明这件青铜器就是大鱼的形象 确实如此 据竹书纪念记载 大鱼还有一个形象叫做虎鼻海口 从这件青铜器上看也是有一点像 但是呢 同样也是不能确定 那么既然不能确定这是大鱼 那自然也就不能确定这些青铜器是产自于夏朝 其实啊 现在的三星堆只发掘了不到千分之二 还有很多的秘密没有揭开 我们现在所说的 不管是各方面的立场 都是来自于假设 我上一集中说到的这些青铜器是出自于夏朝 是来自于印度和流域的哈拉帕文明 而它的源头是苏美尔文明 这也是基于假设的基础之上 不光是大鱼的这件青铜器 还有另外很多的青铜器 比如说出土的青铜神术就与苏美尔文明中的生命之术 和印度和文明的宇宙术有很多的相似之术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在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曾经记载了福桑术 也非常类似于这次出土的青铜神术 不过山海经中记载的福桑之术 并没有说福桑之术是在中国 这段记载呢 是记载在山海经的海外东经中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 海经中又分海内经和海外经 海内经应该是以中土为基点 但是它最远已经到了库业岛 那海外经就更远了 所以山海经中记载的福桑术应该很有可能不在现在的中国境内 山海经说 在大地的东西各有两株神术 上面落有神鸟 每天清晨 神鸟呢 驮着太阳从东边开始飞 一直飞到西边 落在西边的那棵神树之上 这就是古人所理解的日出和日落 由此可见 古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的 至于东边的这棵福桑树在哪儿 这个呢 有很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就是在现在的日本 因为日本呢 是在中国的东方 还有人根据山海经中记录的距离的公里数 确定神木应该是在美洲的墨西哥 除了青铜神术以外 类似于纯金打造的金箔面具 权杖 以及青铜大力人的服饰装素 仅出产于印度河的流牛 都似乎显示出了这批青铜文物 与印度河和苏美尔文明的密切联系 在YouTube上有很多介绍这方面内容的视频 不管是老高也好 老梁也好 还是老高梁也好 这样的视频呢 非常多 制作的也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确定一件青铜期的年代以及产地 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青铜器的成品 那么它的冶炼工厂在哪里 它的原料在哪里 矿产在哪里 这些都需要考古发现来证明 三星对这次出土了将近一吨的青铜器 那么制作这么多的青铜器 需要的原料也是巨大的 而冶炼基地应该也是要具有相当的规模 但是很可惜 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冶炼作坊 而三星堆青铜器中 经过测量发现有一种异常的铜位素签 而在中国境内 当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矿产 还是到了三星堆出土以后 有一位姓金的教授呢 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 先是说在中国的西北发现了同类的铅矿 但是后来又否定了 继而又说在河南的南洋发现了类似的矿产 但是呢 这些也只能说明中国有可能有这样的矿产 并不能说明曾经被开采 曾经被冶炼过 而且是在商朝或者是商朝以后的时期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考古人员能够发现这些矿产的开采的痕迹和冶炼的遗址 同时又能发现这些成品也好 还是原料也好 是如何运到三星堆的 这样整个的证据链才能够闭合 在此之前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推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我们的科学研究 科学发展也都是遵循着这一条的规律 而在这条假设被验证之前 所有其他的假设应该也是成立的 其中包括有些学者认为的下朝的统治中心曾经是在埃及 因为埃及已经确认发现了这种铅的矿产 这种观点认为 大宇在积天下之力铸九顶的时候 同时也铸造了这些青铜器 当时的天下九州 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的荆州 济州 衍州 都是在埃及 不过这种说法呢 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在埃及同时期的青铜器中 并没有含有这种异常的铅铜位素 总之啊 各种的假设非常多 这也难怪人们说三星堆是一个谜 其实假设与胡说还是有区别的 假设呢 是根据一个已知的事实 然后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断 而胡说呢 则是连这个基本点都没有 三星堆之所以成为谜 就是因为我们对他还知道的太少 就像以前我很喜欢看阿加沙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 每次看到一半以后 我都自己开始脑洞大开 推测谁是真正的凶手 但是最后都发现自己的逻辑是进行不下去 总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等到把全书看完 知道谁是凶手以后 我才恍然大悟 不是因为我的逻辑有问题 而是因为克里斯蒂老太太给我留了一手 她有很多的情况并没有告诉我 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才披露 虽然说都是假设 但是呢 总会有一个或者两个更倾向于事实的本身 我个人的观点就像上集提到的那样 倾向于相信这批文物呢 是出产于夏朝 它的文明的源头是来自于苏美尔 而后又经历了哈拉帕文化的传递 最后到了四川的三星堆 我认为这些青铜器不是商朝产的 但是呢 可能有人会说 在今年的三月份 官方发布的关于三星堆四号堆的历史断代 通过碳十四测年法 已经可以证明三星堆四号坑 它的年代是在商朝的中晚期 专家推测三星堆的一号坑和二号坑 就是出土大量青铜器的这两个坑 也是同一时期 商朝的中晚期 相当于殷虚的第三期和第四期 那么这是不是就能说明这些青铜器也是出产于商朝的中晚期呢 在这儿啊 我想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碳十四测年法 这个呢 大家在一些考古发现中经常看到 运用这种方法测定了卯件出土文物的年代 碳十四呢 实际上是碳的一种同微素 在碳分子中含量非常小 但是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的活跃 大家知道 动植物中都含有碳 在动物活着的时候 虽然说碳十四呢 也在衰减 但是呢 它能够从宇宙射线中得到补充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与另外一个基本上保持不变的碳同微素 碳十二 它们之间的比例就保持了一个横力 而当动植物死后又深埋在地下 碳十四就失去了宇宙射线 这么一个能量补充的来源 这样它就不断的开始衰减 它有一个半衰期是5730年 至于什么叫半衰期 有一个非常晦涩难懂 非常学术的说法 就是只剩下半条命 碳十四的半衰期是5730年 但是呢 这并不是说它过了11400年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因为第二个半衰期是剩下的一半的一半 也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总共算起来大概碳十四最终消失 是在大概四五万年以后 而在这过程中 碳十二的数量是不变的 这样的话 科学家就可以依据碳十四与碳十二之间的比例的变化 也基本就是说碳十四衰减的数量 来确定这件文物的埋藏时间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 我这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在其中呢 还有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 作为一个文科生 这个公式呢 我当年是看了一眼 后来就晕倒了 两天以后才醒过来 所以呢 在此呢 我也建议那些不是理工专业毕业的朋友们 为了安全起见 就不要再去研究那个公式了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就足够了 所以说呀 碳十四测年法呢 适用于在五万年以内的 含有碳元素的动植物的年代测定 而不适用于那些无济物 青铜器呢 是一种铜锡铅的合金 是无济物 所以是无法通过碳十四来测定年代的 也就是说 即使可以证明三星堆的四号坑的出土年代 是在商朝的中晚期 也无法证明一号坑和二号坑的青铜器 也是出产于同一时期 这一点呢 在官方公布的检测报告中也说的非常清楚 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青铜物 只能是推测出产于同一时间 但推测毕竟只是推测 还有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制作精美绝伦的锂器 而在二锂头和殷须出土的呢 大部分是一些武器和一些生产生活资料 青铜器在当时来说 那绝对是高精尖的产品 制作工艺复杂 原料有限 而古人呢 又一向认为 国之大事 四与荣 就是说 国家只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祭祀 第二件事是战争 祭祀还排在了战争之前 至于老百姓用什么东西煮饭 用什么东西来除田 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 当时的统治者一定会把这些有限的资源 最精尖的技术用在生产锂器上面 等到原料的供应得到充分的满足 技术呢 又越来越成熟可以普及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兵器和一些生产生活资料 这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次序 由此呢 我们也可以大概率的认为 锂器的初产年代应该是早于那些兵器和生产生活资料 也就是说 三星堆的青铜器 时间上应该早于殷墟和二厘头 三星堆不光出土了青铜器 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陶器 如果说这些青铜器带有明显的两合文明的色彩的话 那么初产的这些玉器和陶器 则具有很多的华夏文化的特点 其实对于这点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就像我上一集说的 在公元前17世纪 下朝被迫迁都 从印度河的哈拉帕 迁到了现在的三星堆 而他们到来的时候 这块土地并不是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 古蜀国的人民在很早以前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按史书记载 皇帝的次子昌义 就娶了蜀山市的女子为妻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五帝之一 专须 专须后来是继承了皇帝的位置 也就是说皇帝最后是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孙子 提到这儿啊 我稍微的跑一下提 在人们的印象中 上古时期的王位呢 是有德者居之 但实际上王位的传承还是依赖的是血统 比如说继承皇帝的就是皇帝的孙子专须 而继承专须之位的是他的侄子 也就是皇帝的大儿子的儿子帝库 帝库呢 后来又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智 但是因为智呢 不堪大用 后来皇位被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所取代 这个人就是姚帝 在姚的统治晚期 顺的势力越来越大 后来顺帝就囚禁了姚帝 自己做了天子 顺也不是外人 他既是姚帝的双重女婿 因为姚帝把自己的女儿鹅黄女婴都嫁给了顺 而且顺也是专须的七世孙 当年是专须把权力给了自己的侄子 现在呢 等于又通过顺权力又回到了专须的这条线上 顺以后就是大禹 大禹也不是外人 他是轩辕皇帝的玄孙 也是专须这条线上的 只是辈分要比顺高很多 据说大禹的母亲是在野外的时候物食了一种叫衣蚁的植物以后 怀孕生下了大禹 所以在大禹治水成功以后 顺帝就赐给他一个姓 就是四 在古音中四和乙是同音 这也就是上古八大姓中四姓的来源 到了后世的周朝 周五王的母亲周文王的妻子太四 也是出于大禹这一家族 太四的婆婆太仁以及太仁的婆婆太将 这个在古时被称为三太 是最贤德的女人 这也就是后来人们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太太的来源 所以太太这个称呼是一种赞美 是褒奖自己的夫人贤德的意思 大禹的母亲是吃了一种植物以后生下了大禹 而帝库的妃子简迪是在吞食了玄鸟生下的一颗蛋以后 才生下了儿子气 也就是后来商朝的始祖 类似这样的记载呢 在古书中经常出现 这些夫人们似乎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儿子的父亲是谁 不知道他们念的是哪部经 也许是神经 其实啊 这种现象和上古时期的婚姻制度不健全有关系 很多母亲呢 可能确实不知道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谁的 所以呢 类似这样的神迹也就出现了 按史记记载 羽 星于西枪 就是说大禹是枪人 具体来说 大禹是出生在一个叫石纽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位于现在的川西北 所以大禹应该说也是四川人 这似乎也能解释了 为什么在下朝遭遇风险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回到四川 因为四川是大禹的出生地 是他的老家 好了 又说回到了三星堆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系 最初并不是像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样子 而是一些被人为损坏的碎片碎断 是经过从全国各地调来的能工巧匠大师们倾力合作之下 才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那么是谁把这些国之重器损坏成内部模样呢 是下朝人自己吗 有这种可能 那肯定是他们在面临亡国的最后一刻 不愿让这些国之重器落在敌人手里 所以才把他们粉碎深埋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敌人干的 这个敌人有可能是商朝人 按史书记载 成汤灭夏以后只是把夏王劫流放 并没有杀他 而为了大局的稳定 并没有对夏朝的宗史斩尽杀绝 夏朝的王室依然有自己的封地 所以夏人依然可以按照他们的传统 对祖先和神灵进行祭祀 也许是到了商朝的中晚期 在整体局势已经稳定以后 商朝的统治者决定对夏朝进行一次彻底的根除行动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商朝的军队进入了三星堆 焚毁深埋了这些代表夏朝精神传承的这些顶尖的青铜礼器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夏朝人的敌人并不是商人 而是来自于川东和鄂西北的巴人 在三星堆这次大规模的出土以后 在基本上同一地区就没有再发现类似的青铜文明 而是出土了很多尖底的杯子和圆底的墩 而这些器皿看起来明显是巴人经常用的东西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是巴人最后侵入了三星堆 焚毁了这些青铜器 并且打跑了以前住在这里的夏朝人 夏朝人被驱赶后带着一部分青铜器离开了三星堆 而我们现在在距离三星堆50公里以外发现的金沙文明遗址 以及在更远的地方在江西兴干大扬州发现的青铜文明遗址 或许是和从三星堆逃亡出来的夏人有关系 这些文明都是他们在被迫迁徙的过程中留下的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两处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 与三星堆的青铜器明显看出来是铜出一脉 那么巴人又是什么人 他们又是哪个族裔呢 其实呢巴人也不是外人 巴人的始祖叫后兆 后兆的始祖叫太后 而太后是华夏民族的共祖 也就是说皇帝呀炎帝呀都是太后的后裔 后兆的这一只看起来是被太后边缘化了 太后把权力给了皇帝的这一只 后兆在辈分上应该是和皇帝差不多 后兆有一个子孙叫贤鸟 据传说呀 贤鸟爱上了当时的一位美女叫简笛 没错就是后来帝库的妃子简笛 但是因为帝库作为皇帝这一只的后裔 所以呢势力明显要大很多 最后是帝库纳了简笛为妃 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玄鸟生伤的故事吗 另外一个版本是玄鸟其实并不叫玄鸟 而是贤鸟就是后兆的那个子孙 而据传说简笛和贤鸟或许已经生有一个儿子 简笛是带着这个儿子嫁给了帝库 还有一种说法是简笛嫁给帝库的时候已经怀孕 孩子的父亲就是贤鸟 后兆的子孙呢后来就居住在四川湖北等地 成为了巴人成为了远离文明的那一只 如果三星堆文明真的是被巴人所摧毁的话 这似乎又是太后的子孙中那只被冷落被排挤的那一只 对曾经大权独揽风光无限的这一只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报复 所以说呀从远古到现在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似乎永远是躲不开恩怨二字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